南海宜藏屍水箱,屬意外匿蔽 紅棟美加的華裔女子南海宜藏屍樂沉基酒店水箱案 當局經過五個月的調查,謎底終於解開 樂沉基檢察部門公布的驗屍報告說 南海宜身上沒有明顯傷痕,也沒有中毒的跡象 相信她是死於意外匿蔽,但報告中並沒有提到 可宜為何會走上酒店天台,以及她為何會爬上水箱意外匿蔽 報告還說,可宜明顯有躁鬱症傾向,但卻沒有交代詳情 南海宜今年1月底失蹤,她最後下塔落沉基市中心一間酒店 大約半個月後,有酒店住客投訴水壓低 湖收員去天台水箱檢察的時候發現南海已經屍體 拜拜